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 乔治 我可不想做冰激凌了 能不能换一个呀 正在乔治和佩奇 不知道做什么好 这时候看到一个宝宝 拔着一个小奶瓶过来 佩奇看到宝宝的小奶瓶非常喜欢 佩奇对乔治说 乔治 乔治 要不然我们就做奶瓶吧 奶瓶 佩奇 你会做奶瓶吗 肯定会呀 乔治 我一等一下就会给你做出来奶瓶 给你看看 比这小宝宝的奶瓶还漂亮 真的吗 那你如果能做那么漂亮的奶瓶 我们就送给小宝贝一个好不好 当然可以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佩奇还什么真的都有 拿来了一个奶瓶的模具 那我们的采泥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我们把这多余的给它拿掉 哇 哇 这就是小奶瓶 真的好漂亮 啊 佩奇的手真的很巧 好 既然这个奶瓶那么漂亮 那我们就多做几个啊 我们换着不同的颜色来做 我们来做一个桃红色 我们把银泥擀好以后 把模具放上面的时候 向下压的时候 要稍微用一点点力 这是桃红色的奶瓶 这是桃红色的奶瓶 那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黄色的 每个小奶瓶 aquela Prime个小奶瓶 € 别大碰评则 好的 黄色的奶瓶 一下... 下一个多色的奶瓶 嗯... 有公用jet範图 这上面是刻度 这两面呢是用手抓的地方 还要做一个什么意思的呢 橘黄色 因为好看的好玩的东西 我们都要多做一些 这样才能和别的小朋友们进行分享 是不是 要不然别的小朋友 看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奶瓶 那自己也想要怎么办呀 正好我们沛琪做了很多 可以分享一个给她 我们的奶瓶转眼就做好了 速度非常快 有紫色 黄色 桃红色 还有 还有最后一个好像也是黄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宝宝的奶瓶 这是我们小猪佩奇做出来的奶瓶 小猪佩奇做出来的奶瓶 好像比宝宝的奶瓶要漂亮多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奶瓶送给宝宝一个 宝宝一定很开心 好了 小朋友 我们今天做奶瓶的DIY 彩妮小游戏 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